很多人都說 現在的小孩是越來越難教 今天我們的節目 就要跟大家聊聊 礦世狼爸曹操的育兒數 根據史書記載 曹操的正妻及妾室 多達十五人 他有二十五個兒子 六個女兒 面對這一大票的孩子 曹操的教育方式 可以說是非常前衛 採取因財師教 視性發展的開放態度 講白一點就是有點類似 現在的美式作風 他還會替小孩 分別請家教老師 除了學術交流之外 也教他們如何在亂世之中 逆境而生 因此曹操培養出幾位 很優秀的接班人 例如孝性可嘉的曹昂 文武雙全的曹擲 能爭善戰的曹操 才華洋溢的曹擲 以及天才神童曹聰 那麼這些人當中 誰才是曹操心目中的 最佳繼承者呢 曹操又會用哪些 出人意料的方式測試他們 另外曹操為什麼最後 會逼迫兒子手足相殘 鬥個女子我活呢 請看自社記者 陳湘怡 葉家敬 鄭文德的深度報導 你是君 我是臣 天下只有韓冤的臣子 豈有韓冤的天子啊 拿起刀來吧 拿起來 天安五年 漢憲帝用鮮血寫下詔書 縫在一帶裡面 秘密傳給國障董成 命他暗殺曹操 不過事情敗露 曹操大發雷霆 直奔皇宮 把相關人等全部剷除 接下來曹操跟漢憲帝 正面交鋒 不料滿腹委屈的漢憲帝 連持刀對抗的勇氣都沒有 惹得曹操好生失望 漢高祖 朱砂項羽 而得天下 漢光武 朱砂王莽 而得天下 這樣的英雄 卻生出這麼一個 拿不起刀來的兒孫 霸氣外露的曹操 根本瞧不起眼前這位 會為天子的漢氏後裔 他既手無伏襲之力 又唯唯諾諾 怎麼配得起帝王惡字 反觀曹操被評為史上 最傑出的政治家 軍事家 甚至是文學家 這樣一位上馬能戰 下馬能治的英雄 他對下一代的教養 也異於常人 阿滿 他們可都是你的親生兒子呀 天底下哪有做父親的 要讓自己的兒子 同時操歌啊 這天下本就是大爭之事 孤的兒子 是要評天下的人 不只要爭 而且要爭得光芒萬丈 曹操這一生之中啊 因為他的妻妻也非常多啊 大概有十三四位 那麼他的兒子呢 應該是有二十五個 主要能夠被後世所知道的 大概就只有五六五 那其中呢 最早出場的 就是死的也最可惜的 就是他的第一張子曹昂 曹昂的死 嚴格算起來是曹操所害 話說在建安二年 曹昂隨曹操出征 晚成首將張瑟不敵 率正投降 曹操立刻辦了場慶公宴 久過三巡後 喝梦的曹操再也控制不了自己 我跳得這麼好 哪學的 陪我 曹操怎麼看都覺得 張秀的嬸生非常的漂亮 所以他就佔有了她 那在三國演藝是講說 他們兩個人情投意合 把他們寫得非常的渣啦 曹操 你看你幹的好事 境界醉酒之時 與老將軍一雙周氏 請此苟且之事 你明擺地欺負我們晚成巫人 拿下 主公快走 那曹操就措手不及 他的大將叫點維 就拼命地去護主 結果就受傷去世 然後他的兒子曹昂 拼命地去保護爸爸 不行 會上我的馬手 那麼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下 曹昂就把自我的馬 就給我的曹操 在這麼慌亂的情況下 曹昂後來就陣亡了 你懷我兒子 你懷我兒子 懷我兒子 那這個弟長子過世以後 最生氣的就是丁夫人 他覺得你就是好色 結果因為你的好色 連累到我的兒子 那我的兒子因此而過世 所以他沒有辦法原諒他 他就跑出去了 那曹操也覺得理虧了 所以他就一直去勸 就要他回家去 這丁夫人就不回去 曹操沒辦法 好吧 那只好同意就是離婚了 丁夫人既然呢 跟曹操已經形同離異了 那麼曹操在所有的妻妾之中 那就得找一個人 來抵代丁夫人的位子啊 那麼這個人就是曹操 曹擲的生物 我們在歷史上看到 非常重要的辯夫人 你說紫環和紫劍 誰更適合做世子呢 怎麼想起問這個 現在中原已定 為大業 為萬安吉 都需要有一個世子了 紫環是長子 有多年隨著你四處征戰 她的天資和能力 是有目共睹的 辯夫人口中的紫環 是她所生的長子曹丕 而紫劍則是老三曹直 兩人都非常優秀 卻不是曹操心征 繼承人第一順位 丁夫人 今日 功課怎樣 為父親 齊叔先生剛對孩兒講完論語 中二 父親對你既往深厚 你要好好跟徐先生學習辦事 曹操呢 如果我們把他的孩子們 做一個好物的一個排序呢 我個人的想法是 第一個他喜愛的是曹昂 但是可惜呢 曹昂在建安二年就陣亡了 那麼接下來曹操 最喜歡的是曹聰 這個曹聰我們都知道 他是一個神童嘛 這下久聞中土人杰地靈 此象乃畢國國寶 不知道貴國有沒有人 撐得出此象的重量呢 哪有這麼大的撐啊 因為他六歲的時候 孫全送了一頭大象給曹操嘛 那曹操要撐大象就問大家 有沒有辦法可以撐出大象來 結果曹聰那時候才六歲 就想到說我把大象放到船裡 用船去蹭它 蹭到那個吃水的重量 就做一個記號 然後搬一些石頭去看 這些石頭呢 吃水的刻度如果是一樣的話 我去蹭這些石頭 加起來的總和就是大象總和 你講話夠了沒有 我叫你撐相 不是石頭 沒錯 石頭的重量是3860斤 那麼就是說 大象的重量也是3860斤了 我沒撐錯吧 另外曹聰還有一個優點 讓曹操也非常的高興 就是這個曹聰呢 他為人非常的寬厚 有一次曹操的馬鞍被老鼠咬破了 那麼這樣子就表示 管理馬鞠的人是失職的 那麼曹操一定會重罰 那麼這個曹聰有多聰明呢 他就說不要擔心過來 那他怎麼做呢 他先把他的衣服戳個洞 有一天突然讓曹操故意看到 他說兒子你的衣服怎麼都破洞 他說我只是放在那個室內 老鼠咬了 想不到老鼠這麼猖狂 曹操就想說你不要在意 這個就是小事情 這件事過沒多久就穿出來說 那個管倉庫人的這個馬鞍 被老鼠給咬壞了 這時候曹操就反而覺得說 我兒子的衣服也被老鼠咬了 小事沒事 他反而用這種同理心的方法 去化解了管理倉庫人 該處分的法則 所以你看到說 這些浮上檯面的這些孩子 其實都很聰明 《三國志》記載 曹操生五六歲 志義所及 有若成人之志 意思是曹操五六歲的時候 知識和判斷能力 已經如同成年人 只要好好栽培 假以食日 曹操的前途不可限量 只可惜天度英才 曹操還來不及長大成人 在建安十三年 病重不治 年僅十三歲 天安十三年 是曹操最不幸的一年 他最喜愛的小兒子 還婦人所稱的兒子 過世 然後這個過世 到底是被毒殺呢 被毒害呢 還是死於自然死亡 我自己的看法 他應該是死於自然死亡 我自己的看法 在三國時代 本來就是一個 疫病盛死的時代 所以他也沒有逃出 這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回不開 回不開殺的華陀 若他在 一定都救我的重兒 然後在建安十三年 首先曹操殺掉了華陀 他覺得華陀失信跑回家去 根本不是為了要救他的太太 根本就是一個謊話 他討厭人家失信於他 所以他處死了華陀 就沒想到曹操在這一年也過世 所以他最後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華陀給殺了 父親 從而最為孝順 如果他在天之靈 看到你現在 因為艾絲傷心傷身 他也會難過的 我中兒造養 我中兒造養 你不許我傷心嗎 你不許我傷心嗎 我中兒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弟弟造谣 此我之不幸 如之大灭 儿生不开 父亲严重了 重训 曹操后来曾经跟曹丕讲过说 冲儿之死是我的不幸 是你们的大幸 那么意思就是说 既然曹冲已经失去了抢夺 这个太子地位的资格 他已经早逝嘛 那么接下来 就是你们的天下了 那么所以我认为排名第三的呢 倒不是曹丕 应该是曹植 公子可知 丞相为何喜欢你吗 父亲喜欢的是我的诗文 丞相不只喜欢你的诗文 丞相是从诗文中 看到你洒脱的气度 和广阔的学生 曹植小小年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大概十岁左右 他的文章都让夫妻认为说 你是不是找人代笔啊 你怎么会小小年纪就写出这么有深度的文章 所以我觉得曹操对曹植是赋予众望的 曹植太有才华了 比如说曹植我们看到他留下很多了不起的作品 他十六岁写的白马篇 他用十八岁写的《童雀台富》 曹植的文笔实在太优秀 公子 公子 看到了 丞相 可一直在欣赏你的大作呢 侄儿 看得出你读书是颇为用功的 你写了这么好一篇幅 剩你点什么呢 我要上表给天子 让他封你为平原侯 谢父相 恭喜四公子 恭喜平原侯 所以我认为呢 曹操的第三个喜欢的排名就是曹植 那么第四个喜欢的排名呢 也是一样是汴夫人所生的 是曹张 那么这个曹张非常会打仗 但是曹张有一个缺点 他不太读书啊 他只爱一些武艺打斗的事情 而且他的背力很强 他可以跟盟主护斗 所以他就是一个天生的汉子 曹张很年轻的时候就说他想要打仗 想当将军 所以我才说曹操其实对于很多事 我会觉得他比较没有那么刻意安排 他当然希望曹张也学读文章 也学的读书 可是曹张拼命的一而再带了三次 他想当个将军 曹操就是真的带着他开始参加一些战争 后来也让他出战 让他独当一面 第一次曹操带着曹张出去 我的想法是 曹操可能想说让你看看当将军的残酷 不容易辛苦 还是不要吧 结果怎样 他可能出去几次以后 他觉得你这果然就是我的志向 三公子的骑射之计真是盖世无双啊 不读书而好功嘛 此匹夫之勇业何足归乎 可是曹张就觉得我要做吧 我就要做得像魏清或许不一样 我可以率领几万人的部队 然后去攻打这些塞外的民族 去建立工业 他喜欢的是这样 听你这口气 你的志向就是当个大将军了 是 那我问你 你知道怎么才能当好一个大将军吗 赏必行 罚必信 披肩直锐 身先士卒 淋威不惧 听这几句还真能当个大将军 是 那曹操这个爸爸很好的地方就是好 那既然是你的志向 你就去吧 陆魂居洛阳不过五十里 就是要抄我们的后路啊 其实有一次后来授命 让曹张出去的时候有一番言语交代 白话文就是说 那他说我跟你是父子之行嘛 我当然很担心你很在意你 可是你今天担任将军大任 你出去你就要好好做 做不好可能一样是要惩罚的 他发现曹操这个是铁和柔情耶 从曹操对待这三个孩子看来 他充满农农父爱 尊重孩子的选择 并大方给予鼓励 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好父亲 但是曹操对待曹丕 却好像换了一副面孔 你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污蔑侄儿 父亲 孩儿绝对没有诬陷四弟 四弟害得黄魁的府上也宴 黄魁用女月招待四弟 他们还经常 你还敢诬陷自己的兄弟 孩儿如若有一句虚言 不见 就杀死孩儿吧 曹操为什么讨厌曹操呢 根据曹操自己所写的 典论一书记载 原来和健安二年 曹昂死于晚城的 那场战役有关 曹操当时也参与这场战争 但是曹操这个时候的年龄 很小的 大概只有十岁 十一岁左右 可能他还真的是 不足以撑起这个长脸 所以看到这么紧张 文集的情况下 那么曹操就骑得马上跑了 那么在曹操的心里呢 首先他就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这个大儿子曹王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那你看这个曹操 就这样落跑了 所以这个对曹操 一开始的起步呢 好像就起步比别人呢 稍微逊色了一些 这件事情过后 曹操把痛失掌死的错 转嫁到曹操身上 仿佛他才是害死曹昂的 杀人凶手 对他冷漠 不屑 甚至有些许厌恶 曹操当然也感受到 父亲对他的冷暴力 从此以后他谨小胜围 说话 做事 小心翼翼 生怕一个不注意 冒犯曹操 但就是这份战战兢兢 让曹操越看越不顺眼 有事没事 就要叼一下曹丕 你连家臣都控制不住 抑郁何为 儿臣虽然不能弥补过错 但也不是怯懦之辈 甘愿担当领则 好 该当如何 当如何 军阀处置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下去 曹操看起来都很好 要文学有文学 要武功有武功 这个人文武兼备 什么都好 什么都会 但他就觉得他不够开朗 觉得好像有心事一样 觉得他这个人 是很冰城个性的人 所以他就找了 懂得这个冰城个性 会去治理这个人 去当他的老师 所以他就找了司马懿 你的才智学识 处处可以合杨修品 草民一介不一 愚钝比落 实事毫无学知才识 我看过你的书 孙子兵法十遍 我也见过 你两次与杨修辩驳的神情 你藏得再深 我也知道你牛也行 遇到对手了 你也很兴奋吗 司马懿为什么 能够当他的老师呢 因为司马懿个性里面 也是这样 他会用一些方法 去跟曹操去对抗 所以司马懿 要求他能够隐忍 就是你就看就对 不要去急着发声 那么当然曹操后来 还跟这个无职相结合 那么还有贾许 贾许是老臣了 所以曹操对于曹操 所选的这些个师傅们 他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跟曹操的个性很像 老臣持重 因为曹操这个人 文桃武略 那当然了 这个不容怀疑 那么他的个性 既然是老臣持重 那么你选的师傅 一定是要跟他有所搭配的 所以都是这一号人物 父亲 儿子与得主 乃是诗文知己 可否将得主送给儿子 作为学院 那么再来我们就来看 最有竞争力的了 就是曹操 那么曹操 他是一个 锋芒外露型的人物 而且非常的聪明 又非常有文采 那么所以曹操呢 给他选的是丁家兄弟 那么这个丁家兄弟 就是指丁仪跟丁毅 那么曹操身边 还有一个人 就是杨修 那么杨修 更是一个锋芒外露 而且处处喜欢抢风头 他抢在曹操前边的 那为什么是杨修呢 第一个 他是这个红农杨氏 本来就是一个望族 名门的望族 他的父亲杨镖也好 或是他的上头的祖先 这个是家世非凡的 所以他要有这样的背景的人 去捕捉他 让他能够壮大 因为他不是长子 臣愿杏 祝公子实现宏土伟业 干脑土地在所不辞 也希望右朝一日 公子可以撑前一尘 快快请起 来 德总 你无奈是知己好友 自然 携手同行 曹操不是长子的情况 我要让你能够做大 那就找了杨修 因为杨修跟他的个性又很像 所以他们是合得来的 不管是谈论国家大事 或谈论文学 他都可以去说 所以杨修的这个才华 跟曹操的才华 是匹配的 是可以配在一起 再加上他的家世 门风都好 所以他就变成了 是他的老师 为了扶曹操上位 曹操简直操碎了心 先替他找了有心机 有手段的杨修来辅佐 接下来曹操连婚姻大事 都帮曹操处理得妥妥当当 儿臣拜见父亲 府中人等全部寄拿 此乃袁熙之妻 真福 哦 我儿早到了 抬起头来 袁熙有父如此 逃走时竟然省得一气 那么这个时候呢 曹操跟曹操他们攻打原家嘛 要消灭袁绍的一面 所以打到夜城的时候呢 刚好征服跟他的婆婆刘氏 就成为俘虏了 根据世说新语记载 曹操曾对左右说过 攻打夜城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征服 如今一见绝世美人 父子三人同时沦陷 特别是在社会走掉 没几年的曹操 早已深陷秦海 不能自拔 曹操见证立刻安排起来 古今日在此表明心计 愿与崔公结姻亲之好 不知崔公可愿下过 臣实在不敢当 不知丞相看中了臣 家中的哪个子女啊 古听说 崔公抚养兄长之女 有如己出 我想替我儿求亲 实乃臣家门之姓 若论财学 古诸子中 唯有子贱 配得上做崔公的女婿 子贱 赏钱行礼 据争曹操明明知道 曹操喜欢的人是真服 却一波神操作 逼着曹操取清和崔氏之女 另一头 却把真服许配给曹丕 这两人的媳妇 一个是冥芒妄女 一个是战服人妻 一贵一剑 有着天壤之别 究竟曹操葫芦里 卖什么药 我告诉你为什么 第一 我不能不自欢 朝有势力的外家始祖 这是对她好 第二 自欢自贱之争在所难免 而自贱过于笑题 若自欢不退 自贱 他是难以下决心跟他争的 君子之争 必也守候 我要让自贱不做 要让他能跟自己的兄长 狠下心来 要让他拿出真本事来 给顾看 给天下看 只剩委屈了自欢了 委屈的人多了 不仅如此 曹操担心拥有中原最大士族 崔家坐后凳的曹植 还是无法跟哥哥曹丕 一较高下 再封他为林姿侯 压曹丕一头 而这时候的曹丕 没有任何封号 只是一个在老爸身边 帮忙打砸的五官中郎将 我崇拜了 中郎将难道真的觉得 就这一桩婚事 就定了中郎将的前程 不是吗 其实解读为 让曹植子吹家 是帮助曹植 我觉得是一个很天天的想法 其实真正的想法是怎样 帮助曹操本人 他自己的权威也是正在建构中 他自己都不稳定了 所以他为什么要让儿子 使一些名门 那是为了他自己 他自己曹操本人 我儿子都跟你是一家人了 那你当然是失误吧 所以他是在帮自己 曹植和崔氏结合 最大受益者当然是曹操 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曹操是在替曹植铺路 为的就是要平衡 他跟曹丕的政治实力 虽然看上去极度不公平 但这中间暗藏着曹操公允的狼姓 他就是要用丛林法则 去教曹批曹植 如何争 如何斗 勾起他们互相撕咬的政治野性 父亲 无论二哥和我 谁做的太子 我们都是骨肉同胞 儿子实在不想看 站起来 为父的苦心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实现理想 需要谋略 需要全数 你仅凭这一颗赤子之心 是不行的呀 为父百年之后 你如何自主 父亲 儿子你真的 红络哥退了吗 曹操到底喜欢曹植这件事 是真是假 虽然都有记载 可是好像说不定 只是喜欢他的文章 反应 那是一时的 真的有偏爱到 想要立他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最简单的证据就是 曹操有一百个理由 立曹批 但他立世子这件事 很晚很晚才立 晚到所有人都会觉得说 曹操你到底在犹豫什么 这件事 咱们公事公办 不要显得孤欺负你 更不要在你爹面前 行行作态 我们看到三国志卫书 用了四个字形容曹操 叫做矫情自恃 这个矫情听起来就不太好 就是说你很会装模作样 那么自恃就是自我掩饰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 情符很深 功于心境 那么曹操这一点 也很像曹操 但是是属于曹操 个性上的阴暗面 当然曹操会比较不喜欢 那曹子他的个性 是继承了曹操的开朗面 曹子这个人呢 他是节俭的 那这个也跟曹操是很像 然后他是不上衣服的华丽 一些比较奢侈的华丽的东西 可能他没有很喜欢 他是很帅性 越自然的东西就越好 然后他的才华是很高的 这是比较说曹操 任何人都比较喜欢一个 好像爽朗 浪漫 然后讲话反应快有趣的人 那曹操就是一个 比较谨慎的人 不是第一眼 就会吸引到人家的 你说够了吗 你说这些 就是为了羞辱我们 曹水集团继承者之争 进入白热化的局面 除了候选人曹丕 曹植他们本身的条件之外 还得看他们幕僚群的辅佐功力 那么拥有曹操 砥砾相助 稳战上风的曹植 为什么在这回合惨败 难道是他的首席幕僚洋修 不够力吗 别走开 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随着曹操的权势 越来越高 曹市集团内的茶壶风暴 也越来越波涛汹涌 曹丕 曹植 两派人马 为了争夺继承者大位 使出浑身解数 曹植的心腹谋臣 养修率先发难 对曹丕使出四大案件 造谣 排挤 栽赃 当然还有嫁祸 这几招几乎把曹丕 打入万丈深渊 无法翻身 那么曹丕和他的谋臣们 该如何扭转局势 反败为胜呢 另外人人都说 曹丕是因为有司马懿 出谋划策 所以才能赢得 最后胜利 其实不然 曹丕的谋臣里 有一位名叫无质的人 他暗中替曹丕制定夺位方针 几招连销带打 全权郑重对手要害 致曹丕得以上位的大功臣 请看自身记者陈湘怡 叶佳靖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臣认为 臣认为西草院 丁怡是个合适的人选 就按你说的 去吧 斗吧 且看 谁斗的不是 宝曹丕大手一挥 提议让杨修丁怡 连手去斗垮曹丕 吓得在场老城 无故瞠目结舌 我虽入丞相幕府不久 但已知曹丕失宠 将来这丰厚败相 杨兄可是当仁不让 这个丁怡 他自己很有才华 但是他有一个眼睛 有一点小毛病 那么本来曹丕要把女儿 嫁给他的 后来曹丕就说 我们的妹妹贵为公主 怎么能嫁给一个 有眼疾的人呢 这个外貌上是配不上 所以后来这门 亲事就取消了 可是丞相前几日 看到你本人了 他又后悔了 说即便丁兄两目皆忙 他也应该把长女嫁给你 也罢 大丈夫生于事 当自荐功业 亲史留名 此等攀龙附凤之事 不成也罢 魏略记载 丁怡因为没能 娶到亲和公主 对曹丕恨得 咬牙切齿 所以亲定曹丕 经常和杨修在曹丕面前 夸奖曹丕 但是曹丕闻人才气 常常任性妄为 不约束自己 喝起酒来毫无截止 这些问题让曹丕考虑最三 是否要立曹丕为接班人 于是杨修丁怡决定 要拱曹丕上位 必须要给对手曹丕重重一击 那个时候 曹丕有一个很重要的 曹丕寺友叫吴子 吴子那时候就是 在外面头当官 他在外面头当官 那你要把他叫回来 他还说你可以把我装进 竹楼里面 我就可以过来 记忠啊 自从你接任原成令以来 魏畔回叶城与我相聚 子环畅然若失 就好似失去这左右手一样 但是你知道 在这个夺敌竞争 这么白热化的情况下 双方的身边都有对方的眼线 所以曹丕呢 偷偷把吴子运过来 这件事情就被曹子的幕僚 杨修之道了 那杨修之道就会密告啊 说这个吴子善临止水 而且曹丕呢 私自勾结外城 这个都是很大的罪过 那曹丕有先得到这个消息 这两边好像在叠对叠啊 曹丕先得到这个消息 问吴子说 哎怎么办 那明天还是你就不要来 吴子说没有 简单 你还是让车子连载进来 子环 这车内装了些什么呀 都是些无用的碎布 大公子 既是无用 大公子又何必要亲自相送呢 这 杨修 在 这件事 就交给你罢了 诺 曹操去亲自检验的时候 发现说 不是真的吗 凌晨根本没有人 无计没有带里面 杨主不污蔑孩儿 无非 是为了替三弟 争夺世子之位 此事与三公子毫不相干 全是杨修一人的过错 不是 这曹操的这个杨修啊 你在乱讲话 杨修你跟我说 他把吴子带进去什么的 没有这回事啊 这个杨修的信任度就降低了 对杨修跟曹操的信任就少了一点 只有这个记载 大公子 好计谋 好心计 有道士 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 论心计 论计谋 我 怎敢与杨主不比 大哥 曹子健 你未争世子 不择手段 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大哥吗 不值一招请军入傲 反将杨修一军 替曹丕拿下一剩 但要比聪明才智 杨修怎么可能会输 他可是赢过曹操的人 我们从那个绝妙好词 那个故事就可以看到 杨修他的智慧超过曹操 因为曹操走了三十里才想到答案 但是曹操有一个大忌 他最讨厌别人揣测他的心思 也就是说 你如果变成我肚子里的回床 我要做什么你都知道 那我怎么驾驭你呢 所以他有时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所以他会去想说 曹操会问什么问题 然后他就把这个问题 就拟好了这些答案 然后去模拟给他的主族 让曹操去作答 而且作答以后呢 曹操也很满意 这是朝中官员 暗通袁绍的密函 你们都说说 该如何处置 烧 查而后少 都说说 为何 备主求荣 后患无穷 今日不杀 回到军中 也要尽快处置 二哥 小弟以为不忍 你二哥说得没错啊 如今父亲平河北 弃坑中原 放眼四海豪杰 有谁能比抗呢 他们肯定会明白局势 会对父亲忠诚 曹操问他们很多事情 后来事后发现 好像都是杨修教曹操的 曹操就是把那一套 杨修教的 他就拿出来说 那曹操反而就不喜欢了 因为杨修都拆到 我的心思了 那还得了 你把我整个都摸透了 无谋不轨啊 那么曹操这个人 怎么可能允许他的身边 或者他儿子的身边 有人是在比他 更要有先见之明 来揣测他的心思 所以杨修必死无疑 可惜大祸临头的杨修 浑然不知曹操杀心已起 还喜滋滋地 跟着曹操出征 临行前更不忘提醒曹操 要在曹操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儿臣有白马是一手 为父亲撞刑 我儿之师正好为三军增色 与袭从北来 立马登高低 这个是卫略的记载 曹操出生前 曹操写了一篇富马 洋洋沙沙沙 那面前非常地感恩 因为要出生要远行的 那他念完他的文章以后 曹操越听越心慌 糟糕了 人家教了一个这么棒的领路 我没有东西可以教 吴直在他耳边说道 这个是有记载的 所以就很有画面嘛 这戏剧爱拍嘛 吴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不用了 你就哭了 我爱言何苦戒 而甚至是恨 不能为父亲 马贤驱 为国 披肩直锐 征战沙场 情真义切 曹操还有曹操身边都发现 曹操好像是文词华丽 你没有说那一定是假的 可是文词华丽 就是好像是雕琢出来的 但是曹操怎样 真心啊 所以你会发现 吴直教的东西 都不是那种最尖巧的 曹操以不真而真之道 让曹操心中的天串 默默倾向他 反观曹操 却还天真的以为 有父亲的偏爱 就能赢得一切 殊不知 恃宠而骄 将毁掉自己拿到的 一手好牌 第二回合谋成较量 杨修虽然败下正来 却不影响曹操对曹操的偏爱 可惜天真浪漫的曹操 以为凭借着父爱 誓此大胃就唾手可得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曹操对曹操大失所望 进而丢了继承者的资格呢 别走开 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财高八斗的曹操 曾经是曹操最引以为傲的儿子之一 他的文人才记不拘小节 都是深受曹操喜爱的原因 但是天天饮酒作诗的曹操 发生了两件因为酒醉勿事的大错 让他无缘登上世子大位 那么曹操会因为别无选择 只好让曹操上位吗 曹操从小到大 受到父亲冷暴力 对待的日常 居然是曹操刻意为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看自社记者 陈湘怡 叶佳靖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为何不准放行 我们走错门了 我们走到司马门了 建安二十二年某天宴礼 曹植想尽嗓到向父母请安 却不得其门而入 是来的时间太晚 还是鸣挺大醉 不适合入宫境界 疑惑守门人太过白梦 故意刁难 那么我们看到217年 曹操发生了严重的酒驾事件 就是他酒醉嘛 然后就驾着马车 冲过这个司马门 这个事情很大 因为这个司马门是皇帝专用的 任何臣子 包括口号在内 都是要下了马车步行过去 结果这个曹操呢 就越来越不久驾 然后就冲过司马门 谁 谁在宫中骑马 那在曹操眼中就会觉得 我已经勉励过你 我已经鼓励过你 多尽敬自己 你没有特别去做就算了 那就算了 你还犯了大错 那我怎么办呢 平原侯夜闯司马门 此非人臣所应为 此事传至许多传至天下 天下人京剧的不是平原侯 而是大王 大王匡复汗室 重振前让 一片担心 不可因此事 受天下人质疑 到底要去支持谁 这引起很多的论辩 包括曹操心里头 也在打鼓 他在想 我到底要哪一个好 细细想来 曹操身受汉氏老陈永代 无非是他为敌种子 战功标饼 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人脉班底 那么曹操只要帮曹操造事 搬回一城 不就好了吗 昨日接报 关羽突然发兵北范 破了襄阳 现为樊城圣机 曹人来信求援 谁愿以领异之君 出战关羽 皆樊城之位啊 他要求曹操去救曹人啊 曹人那个时候被关羽困住了 那你要赶快去救曹人啊 把他给救出来 让他去当这个男中郎将 然后征卢将军 这样的一个名号 你要去把你的这个 一来是亲人嘛 二来又是大将 你要去指出他的危机 结果曹操怎么样 结果曹操喝醉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命令啊 也不管这个前线到底有多么 那么紧张 当然这个时候我觉得曹操他已经是 心灰意冷了 他从一个文青变成奋青 我看他现在已经变成自走炮了 他已经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所以这个当然呢 让他的前途完全的就毁掉了 那么曹操对他彻底的希望 当然也彻底的放弃 父王 父王 拦住他 父王 酒后开车 闯司马门 喝到不省人事 延误军机 曹操再三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无能 而支持曹操的大臣们 也像捡刀枪一般 逼着曹操立曹操为接班人 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认同的是说 你不能做违背礼法的事情 除非他犯错 那他没有犯错的状况下 加上其实曹操本来就有能力 有才干 这个都是公认的 所以两人都是支持曹操的 那吹演的话就最具有代表性的 他就说 当然是曹操批 为什么 因为他是敌长子 立敌立长 这是过去传统留下来的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说 这个吹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呢 因为他跟曹操有亲戚关系 他是吹演的哥哥的女婿 所以对曹操来说 吹演的这样的谈话 他是感受很深的 因为这是说实话 但就是催眼寻遇 如此不顾一切支持曹操 让向来疑心病重的曹操 对曹操更加不满 但被父亲打压一辈子的曹操 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窝囊气 一改先前功顺驯服的样子 转过来逼问曹操 会怎么处理 曹操一档 那儿臣兜胎 想问父亲一句真话 你要如何处置 子剑和杨绣 我还没有死 你们兄弟就像水火相见吗 曹操其实他真的就是有野心 又有想法 一步一步去实现 甚至对他的这些手足们 他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因为王位就只有一个人能够继承 能够威胁他的 他都会绝对想要去打击的 我的父亲 一定会秉公办理 好 很好 你敢跟姑谈条件了 你这个样子才像姑的儿子 曹操从大怒到大笑 因为他花了二十年打磨 塑形 让曹操从狼仔睡变成狼王 如今曹操终于有了能力 接管他打下来的江山 这个三年前就该给你了 而臣绝不会辜负父王所托 建安二十二年 曹操被任命为魏王世子 三年后曹操失事 曹操从夜城到洛阳继任魏王 但他肩上的担子 不只是为国兴衰 更要扛起曹操一统天下的魏愿 曹操很早就讲过嘛 如果天命在魏 魏愿为周文王 那么如果曹操已经公开地讲 我是周文王 那曹操是谁 那曹操是他儿子 当然就是周武王啊 那周武王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要改造坏代啊 所以曹操他不仅成绩复制 完成他父亲一新的愿望 他也让天下能够有了一个 复归太平的一个景象 而且他还做到了优待探视 我认为曹操呢 确实是一个最合适的继位人士 父亲 我就向全天下证明 你没有做错选择 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曹操这样一位父亲 究竟是喜还是悲呢 但肯定的是 沉重的父亲之名 一定会让人喘不过气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一起上 《现代启示录》 YouTube订阅跟分享 我是张艺佳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